第121集 汪英脸色变了变 周苍南提老政委哪里是宽他的心 简直是在提醒他 他这样的做法老政委是不会赞同的 周苍南没在说话 他想汪英是聪明的 也希望汪英能早点行物过来 不要用寻死逆活去逼迫苏杨 陶飞一直没说话 嘴角带着微笑站在病床床尾 看着汪英和佟佳乐 果然是有什么样的母亲 就教育出什么样的女儿 汪英有些尴尬 抬头看着陶飞 微笑着说 小周啊 这是你爱人吧 长得可真好看 难怪当初连政使长的女儿都看不上 周苍南看汪英一脸无辜的模样 然后又扭头看向陶飞 只见陶飞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 陶飞也没什么感觉 汪英这个挑拨离间的手法太差了 他就算真喜欢周苍南 也不会吃这种不入流的飞醋 汪英却跟没看见两人的表情一样 继续说道 当初政使长的女儿为了你 可是连内地的大学都不肯去 就去了新省的医学院 估计现在也快毕业了吧 周苍南挑眉带着笑意 不记得也从来没有联系过 一句话赌得汪英再也没办法说了 周苍南说了几句保重 好好养身体的话 便带着陶飞下楼 陶飞笑咪咪的边走边打去周苍南 你这桃花运可不错呀 我听说学校的孟老师也喜欢你 现在又多了个师长的女儿 还有没有啊 周苍南突然停下脚步 扭头看向陶飞 嘴角似笑非笑 有 陶飞愣了下 看着周苍南眼里闪过的笑意 心突然快速跳起来 不敢开口再问下去 周苍南笑了 伸手扣着陶飞的后脑 推着他往前走 傻不傻 说什么都信 陶飞翻了个大白眼 你才傻呢 好 不傻 就是别人说什么都信 周苍南语气带着笑意 到了停车场 周苍南才放下手 给陶飞开车门 陶飞这才反应过来 光忙着跟周苍南斗嘴 竟然忘了两人动作如此暧昧 上车后 使劲地给周苍南一个大白眼 周苍南很满意陶飞的反应 又伸手揉了揉陶飞的脑袋 中午想吃什么 我请你吃 还是我请你吧 陶飞自动忽略周苍南的摸头沙 抢着说道 周苍南也没跟陶飞争 好 不过 我对这势力不熟 不知道哪有好吃的 你带路吧 周苍南没再说话 发动汽车 出了医院 直接奔着市东边而去 东边是市里发展最好的地方 也相对繁华得多 拐进解放路一家胡同里 周苍南把车停在一家 鸡汤馄饨店门口 陶飞下车 看着小小的门帘 胡同身处的小饭馆 都能找到 突然觉得有些莫名的醋意 以前是带着他旧爱来过吧 想着又忍不住 丢了一个大白眼给周苍南 周苍南有些莫名其妙 这又怎么了这是 小店里很小 就四五张桌子 擦得干干净净的 正是饭点人却很少 陶飞有些疑惑 这都没人来吃饭吗 能好吃吗 坐下后 周苍南跟陶飞解释 这是退伍战士开的 因为是汉财 手艺也不咋地 所以来的人就少 陶飞沉默了 你这样评价人家不好 周苍南没说话 从后堂跑出来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小伙子 没有尖章 腰尖系一个白尾裙 看见周苍南兴奋地打着招呼 中队长 这是嫂子吧 第122集 周苍南嗡了一声 小伙子赶紧给陶飞打招呼 嫂子好 我叫朱长军 你好 陶飞笑着跟朱长军打招呼 两碗馄饨 两个烧饼 周苍南催促 朱长军原本还打算跟陶飞说两句 现在看周苍南催促 赶紧又跑着后堂去做饭 陶飞看了看这小店的简落 你经常过来吃吗 周苍南摇头 这是第二次 刚开业的时候来过一次 哦 陶飞嗡了一声 捧起茶杯 小口地喝着茶 朱长军很快端着两碗馄饨上来 还有两个烧饼 陶飞看着碗里满满一碗油乎乎的鸡汤 想着周苍南说的厨艺不咋地 有些犹豫 用勺子舀了口汤 皱眉咽下 味道确实很不好 周苍南神色淡定地吃了一碗馄饨 看着陶飞还对着大半碗馄饨在奋斗 跟一直坐在一边一脸憨笑的朱长军道 一年没来 你这手艺还是不咋样 怎么还是不死心 郑队长 我不死心 当初是你说的 要坚持干下去 总会有回报的 周苍南横了一眼朱长军 我可没让你坚持开饭馆 我说过你不适合干这个 你怎么不听 朱长军黑黑的乐 这不是离小梅家近吗 蠢 我给你推荐个工作 在市消防局 你要是能去就给我打电话 周苍南说完 看着陶飞 难吃就别吃了 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丝毫不管朱长军一脸的尴尬 陶飞真心是吃不下了 鸡汤太油腻 混沌馅也是又腻又咸 他现在已经不调食了 都觉得食不下咽 可想这是有多难吃啊 现在听周苍南这么一说 赶快放下勺子 从包里掏出十块钱 递给朱长军 这个就不收钱了 朱长军有些不好意思 都难吃到吃不下了 哪还有脸要钱呀 陶飞把钱塞给朱长军 见他接了钱 还在说不收钱的话 心想着 你倒是也给我找点啊 别客气 赶紧找钱 周苍南看着 还站在那磨叽的朱长军 催促道 朱长军一听周苍南发话了 赶紧给陶飞找了六块钱 陶飞上了车 忍不住说周苍南 你是故意的吧 这样让人家多难堪呀 他总是认不清现实 每次说他不是开饭店的料 他还不听 在垂直班待过两个月 别的没学会 说是做饭好吃就两点 油多 火大 所以你看看 他做的馄饨 能卖出去就有鬼了 就这样 还坚持了一年 店里基本没有回头客 都是凑巧路过 尝个仙的 周苍南扯着嘴角 无奈地说 他说的什么小梅 是不是因为一个姑娘啊 好像有这么一个姑娘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周苍南懒得过问 他们的私生活 陶飞摸摸肚子 我这还饿着呢 想吃什么 烤肉 好 吃烤肉 周苍南说着 便发动汽车 掉头出了胡同 刚上正街 就看见有一队人 浩浩荡荡走过 其中还有几个 穿着黑色长袍 连头都戴着黑色面纱 只露出一桩眼睛 是人 看体型 像是女人 周苍南停下车 皱着眉头 看着这群人走过 然后跟陶飞说 以后看见这样的人 要离得远一些 陶飞一听 好奇心冉冉升起 为什么 这些是暴徒 那咱们报警抓他呀 周苍南摇头 他们现在这么走在街上 没有任何移动 没有理由抓的 而且 有些只是普通人 反正你离穿这些衣服的人 远一些就好 第123集 陶飞忍不住多问 都说这里很乱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人 一部分吧 周苍南没多说 开车带着陶飞去 小吃一条街吃烤肉 这会儿的小吃一条街 还很繁华 这里虽然落后 有些地方还很贫穷 但是人们对吃的上面 很施舍的 家里就算一毛钱存款都没有 只要身上有几块钱 就会立马出来买肉吃 他们不会坐长远的考虑 总是过着今朝有肉 今朝吃的日子 因为天冷 小吃一条街上方 有着塑料顶棚 下面是两六长长的小吃摊 各种特色小吃都有 这么冷的天 还有纯手工做的雪花凉 就是手工冰淇淋 用小碗装着 淡黄的颜色 看着就让人忍不住吞口水 陶飞忍不住 瞪着雪花凉 冬天吃雪花凉 其实更刺激 陶飞伸出手 扭过陶飞的脑袋 小孩子才吃那个 赶紧走 里边有好吃的 陶飞不乐意地呲牙 那上面写了大人不能吃吗 却随着周苍南 推着的力道往前走 小吃街人很多 来来往往有些拥挤 周苍南手放在陶飞脑后 就没松开 灵活地避开来往的人群 最后 到了一家面费子摊钱停下 这个吃不吃 陶飞在镇子上 见过卖面费子的 每次看见米白色的大费 都有种莫名的恐惧 好好的一个羊肺 滚成那个模样 使劲地摇头 嗯 我不敢吃 看着好可怕呀 周苍南笑着 推陶飞过去坐下 面费子 用清水灌洗羊肺 至白净无色 再将白面洗出面筋 待水面澄清后 沥去大量清水 留少量清水 搅动成面浆 再取小肚套 在废气管上 用线缝接 然后把面浆 用勺子舀出 倒入小肚 挤压入肺液 再将以少许精盐 清油 滋然粉 辣椒粉 调好汁水 用上述半发挤压入肺液 然后去小肚 用绳扎紧气管封口 放入大锅 煮熟 凉拌 爆炒和做汤都行 周苍南拉着陶飞过去 舀了一碗面费子 里面还加了一节米肠子 米肠子是用切碎了的羊心 羊肝 还有浸泡的大米 灌进羊肠中煮熟 陶飞看着碗里 切成块的面肺子 和米肠子 在辣椒和香菜的硬衬下 格外的诱人 忍不住拿起筷子 夹了一块塞进嘴里 面肺子软嫩酸辣 唇齿间满满都是软糯感 冲着周苍南 蜿蜒笑着竖大拇指 这味道确实不错 又加了块米肠子 放进嘴里 米肠子里面 既有大米的香糯感 又有嚼劲 独特的异域风味 让陶飞吃得眉开眼笑起来 周苍南看他吃得十分开心 笑着揉了揉他脑袋 起身又去隔壁摊上 要了十串烤肉 陶飞有些贪心了 这么一大碗面肺子吃进肚子 就吃不了烤肉了 可是吃了烤肉 面肺子又吃不完 他现在可是非常节约的 周苍南看着他纠结的模样 笑着说 吃不完没事 你吃烤肉吧 说着 去拿了个空碗过来 让陶飞给他分了一些面肺子过去 陶飞也没客气 端着碗给周苍南剥了半碗过去 在外人眼里 这就是小两口恩恩爱爱的模样 远处有个穿黑皮袄 头上戴皮帽子 脸上有刀疤的男人 看着周苍南的背影 短短地注视了几秒 目光中戴着阴狠 突然转身消失在人群里 周苍南转身 看着如潮的人流 皱了皱眉 刚才 他感觉有人盯着他们 陶飞非常愉快地 吃了三串烤肉 把半碗的面肺子 吃进肚子里 唉 我在镇子上见过 总觉得这个不好看 一个小小的羊肺 被吹得那么大 看着都有些恐怖 周苍南把剩下的吃完 站起身看着人群 人潮如知 大部分人脸上 因为吃到喜欢的食物 带着满足的微笑 陶飞也跟着起来 唉 你看什么呢 不是要买礼物和烟花吗 走 去转转 周苍南 周苍南没解释 陶飞想了想 咱去商场吧 那里东西要好一些 小吃街离商场不远 周苍南和陶飞 索性直接走过去 现在因为车少 商场前人流又大 开车过去也挺麻烦的 在商场里 才能感受到 要过年的气氛 一楼 一楼挂满了红灯笼 门口还有临时 卖春联的摊位 虽说是汉人的春节 好多民族人 也跟着凑热闹一起 给孩子们买新衣服 人依旧多得要命 陶飞生怕挤丢了 索性伸手拽着周苍南的袖子 免得被横冲直撞的行人冲散了 周苍南低头看了眼袖子上白嫩的小爪子 勾纯笑着 放慢脚步 挤着上了二楼 人少了一些 陶飞才松开手 一个个柜台前慢慢地看 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 结果转了一圈 也没买到一个秤新的东西 干脆给涛涛买块电子表吧 周苍南建议 送孩子东西 大人们会很开心的 陶飞给周苍南竖起了大拇指 不错呀 这个主意给你一百分 电子表的价格 从几块钱到一百多都有 陶飞最后咬了咬牙 买了块八十块钱的 戴在手腕上看了看 他好像也缺块手表 周苍南低头 看着柜台里的石英表 扫了一圈 目光在一个圆形的女表上 看了一会儿 陶飞赴完钱喊周苍南 走吧 咱去三楼看看 周苍南跟着陶飞身后上楼梯 随意扫了眼楼下 突然停住 楼下嘻嘻嚷嚷的人群中 他发现了老熟人 看了看身边的陶飞 不动声色地上了二楼 陶飞也没什么要买的 纯属是瞎逛 每个摊钱都看看 满足一下他很久都没有逛街的失落 周苍南也不急 不紧不慢地跟在陶飞身后 陶飞遇见好看的 好玩的 还回头指给周苍南看 周苍南始终都是面带微笑的回应 心里却在分析 怎么会在这里碰见外号黄鼠狼的沙利 沙利算是沙英大毒枭的儿子 身上干净 没有黑历史 而沙英是死在周苍南的狙击枪下 原本不该他们中队的任务 因为涉及他们住房的营区 就和武警一起联合抓捕 在抓捕过程中 直接击毙沙英 这个沙利 虽说身上没黑历史 在周苍南看来 却相反 这个沙利 要比他父亲心肠歹毒狠辣 智商也在线 只是没有找到他犯罪的证据 马上要到春节了 沙利这时候出现 是为什么 警方的人知道吗 陶飞看了一圈 到卖丝巾前 一块块挑起来 他不买衣服 但可以多买几块丝巾呀 每次戴不一样的 跟换衣服了一样 这个好看吗 陶飞拿着一块暗格大方巾 问周苍南 不好看 像桌布 陶飞憋了憋嘴 又搭回去 又拿了块白底 上面大朵粉色花的方巾 问周苍南 那这块呢 周苍南摇头 不好看 俗气 又拿个大朵波斯菊图案的 在脖子前笔画 那这个呢 不好看 像奔丧的 陶飞瞪一眼 扭头过去自己看 也不问周苍南意见了 可这时候 周苍南偏偏挤到他眼前 指着一块亮黄色戴刺绣的方巾 嗯 这个好看 第125集 陶飞惊讶 这个太艳了 谁戴这个呀 陶飞挑的 总是能被周苍南挑出毛病 最后陶飞连买丝巾的兴趣也没了 车着周苍南走 走吧 咱们还是去买烟花吧 周苍南又耐心地陪着陶飞去买了几包烟花 开车直接去了市的武警部队 你在车上等我会儿 我去办点事 周苍南把车停在了武警部队大院里 他跑着去办公楼找人 陶飞有些惊讶 这是有什么事吗 周苍南刚进办公室不久 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陶飞惊讶地坐在车上不敢动 光天化日之下 城市里居然会有枪声 周苍南和李大队长刚说了几句话 就被窗外的枪声惊着了 一千米都难放下 周苍南说完 跑出了办公室 直奔汽车过去 你下来等我 我过去看看 武警部队已经做出快速反应 车队已经出动了 朝事发的地方而去 大街上也响起了警车的警报声 陶飞赶紧下车 站在一边不敢耽误周苍南办正事 周苍南的车子呼啸而出 直奔事发点而去 等赶到市出地点 周围已经拉上了警接线 警察正在驱散围观群众 怎么回事 武警大队长李伟问警察 据反映 刚才有人持枪在街上抢劫 不过没有人员伤亡 警察觉得有些蹊跷 周苍南皱眉 这里离他和陶飞去的商场 有四五公里的距离 会不会是杀力干的 不好说 现在归类抢劫 周苍南也不方便去过问 跟李伟说了一声 开车回去接陶飞 陶飞一直站在警卫室等着 看见周苍南开车回来 赶紧从屋里跑了出去 上车没坐稳 就急切地问 没什么大事吧 没事 有人持枪抢劫 好像没有人员伤亡 周苍南知道 事情没那么简单 但是现在不属于他的管控范围 他也不能多过问 陶飞皱眉 怎么还有枪呀 自制散弹枪 射程很近 杀伤力近距离很大 周苍南解释说 他更担忧 在这种时候出这样的事 和明年港城的回归有关 现在境外势力都虎视眈眈 准备在港城回归前搞大事 国家从现在已经开始各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其实就是为了向世界展示军威 边境问题就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 藏区和新省是最容易出乱子的地方 周苍南他们现在全团取消休假 看着依旧是日常 其实已经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陶飞见周苍南眉头紧锁 也没有再多问 到部队后 周苍南把陶飞送到家属楼下 开车直接去了团部 陶飞上楼把东西放下 又洗漱了下 想想等找个合适的机会 再把电子表送给涛涛 没等陶飞下楼 江雪梅上楼来找陶飞 陶飞啊 你们今天去看嫂子了 江雪梅进门就问 陶飞点头 嗯 都挺好的 估计年前就能出院了 江雪梅做下叹口气 唉 嫂子以前不也是这样吗 我记得那会儿去郑伟家 嫂子总是在厨房忙碌 然后也不怎么说话 可是怎么在家乐的事上 怎么做得这么过分呢 主要是她太爱家乐了 只要家乐喜欢 她都要帮忙争取的 江雪梅摇头 嗨 哪有这么爱孩子的 这简直是害孩子嘛 苏杨这一辈子都不会喜欢家乐的 因为她只喜欢吴音 第126集 吴音 吴音是谁 陶飞没听过这个名字 江雪梅觉得陶飞也不是外人 说道 和苏杨从小一起长大的 只是吴家看不上苏杨是个孤儿 后来因为吴音爸爸的调动 一家人都回了内地 两人再也没有过联系 陶飞嗷了一声 真是情观难过呀 江雪梅有些怪无音 苏杨给她写了那么多的信 她不回信也就算了 还把当初苏杨送给她的礼物 都寄回来了 把苏杨写给她的信 都剪成了碎片 陶飞突然觉得 这个剧情 有些像八点挡狗写剧的剧情 忍不住疑问 那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呢 或者是吴音家里人做的 吴音根本不知道 江雪梅撇撇嘴 怎么可能呢 信能造假 电话声音也能造假 陶飞不懂了 看来这个吴音 会成为苏杨心头的朱砂痣 一辈子都得惦记着 江雪梅又把话题 扯回到汪英身上 嫂子这样真是糊涂啊 这个珈乐也是 以前挺好个姑娘 怎么在感情上拎不清呢 苏杨又不喜欢她 这么上感着 能让人看中吗 陶飞赞成江雪梅的话 在所谓的喜欢里 童家乐彻底迷失了自我 钻进了偏执的死胡同 只想和苏杨在一起 江雪梅又坐了一会儿 准备回家做饭 陶飞坐在沙发上 发起了袋 感情这个东西 是不是沾上 就容易让人失去理智 周苍南找值班的团长 说了今天的情况 蒋一博点头 目前收到的情报 对方确实有异动 不过咱们这边情况特殊 有点被动挨打的意思 只要他们不过边境 咱们就不能动他们 周苍南眉头微醋 沙因是我击毙的 按说对外不该 暴露狙击所的身份 可是沙利却知道我的信息 这中间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明白 如果这个隐患不出 只怕以后执行任务 都会有威胁 提起这个 蒋一博也很生气 他们执行过 那么多次的生死任务 唯独这一次三方合作时 周苍南的资料外泄了 这也不要紧 毕竟没人敢对周苍南下手 但是他的家人呢 这次军方要施压给地方 一定要揪出这个隐患 你最近也注意点 对了 让陶飞也多注意点 沙利出现 只怕是有预谋的 我们却无权抓他 蒋一博有些憋气 明明分工合作 尽未分明的事 在这里全乱了套了 周苍南想到陶飞 扯了扯嘴角 最近寒假期间 倒没什么危险 只是开学呢 以后呢 总不能一直活得小心翼翼 哪也不去吧 所以 我想如果再合作的话 还是派我们中队去吧 我要亲自 连根把这帮人清除掉 包括内部隐患 我不可能让我的妻儿 一个辈子活得 见不得光吧 蒋一博挑眉 不错 知道顾家了 周苍南嫌弃地 看着团长 这么严肃的时候 聊这个好吗 蒋一博朗声大笑 那是因为 知道你这个夺命严妄的厉害 有你在 我还担心什么呢 周苍南 朝蒋一博伸手 给盒烟抽 我知道你这儿有通话 蒋一博从抽屉里 摸出了一盒中华 扔给周苍南 趁火打劫 我的余粮也不多了 省着点抽 周苍南拿了烟 撕开烟盒 掏出一根点上 慢悠悠地抽起来 蒋一博拿起桌上的文件夹 使劲地扇着 出去 赶紧出去 别在我办公室放毒 周苍南叼着烟 从团长办公室出来 又去中队溜了一圈 苏杨和几个战士 在枪械室擦枪 看见周苍南 苏杨挥了挥手上的步枪 比试比试 周苍南挑眉 你这绝对是找刺激 走吧 说着便转身出去 苏杨起身 跟周苍南去了中队的室内射击馆 百米射速活动靶 活动靶只有鸡蛋大小 移动速度快 难度加大了很多 周苍南举枪 瞄了一眼前方 沙利回来了 苏杨举枪的手抖了一下 扭头看着周苍南 你是故意的吧 周苍南勾起唇角 瞄准镜头 前方移动靶开始迅速移动 四十秒速射完成 周苍南命中三十八靶 苏杨命中二十五靶 周苍南听完爆靶 看着苏杨 你输了 输在心态上 我希望你还是以前的苏杨 苏杨看着前方苦笑 回得去吗 如果你小 肯定能 沙利回来了 要报仇 也是找我 周苍南举枪瞄准远方 神色淡定 苏杨看着周苍南 你会有心乱的一天吗 周苍南勾唇笑 扭头看着苏杨 会 不过 我想这一天 不会来的 苏杨摇头 放心吧 出任务 我也不怂 周苍南拍了下 苏杨的肩膀 你有心魔 这个 可是最可怕的 说完 大步离开 苏杨看着周苍南的背影 往事一幕幕浮现 老政委就是惨死抓捕沙英时 所有人都怀疑任务出了纰漏 但是一直找不到证据 如果当时不是周苍南那一枪 沙英也就逃出了边境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周苍南暴露了 所有参加任务的人员 就周苍南暴露了 而且是公开暴露的 有人把周苍南的照片 公布在城市报刊上 所有相关部门被彻查 抓了几个记者顶罪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这几年倒也相安无事 现在沙力突然回来了 怕是带着复仇回归的吧 周苍南又从食堂 捞了块辣白菜 拿了块五花肉回家 在家属院门口碰见郑伟肖福年 肖福年看见周苍南手里的肉和菜 严肃地批评 又占便宜 中队是你家后厨啊 周苍南挑了挑眉 郑伟 我可是很久没在中队食堂 吃过晚饭了 伙食费都没退给我 所以就拿这么一次东西 也是应该的 臭小子 你就平嘴吧 今天去市里 嫂子怎么样 肖福年哭笑不得 周苍南严肃地摇头 不好 情绪稳定 但是面对苏杨和童家乐的事上 就不稳定了 肖福年叹口气 唉 懒处理吧 我就不幸一直这么浑着 让苏杨最近也别过去了 周苍南笑了 哼 郑伟 你怎么不给苏杨和珈乐撮合撮合 像对我这样 肖福年瞪眼 浑小子 那能一样吗 我看你和小桃是一路人 苏杨和珈乐 没戏 周苍南咧嘴 郑伟 你要是转业了 就去开个婚姻介绍所 保证生意红火 没等肖福年瞪眼骂他 拎着菜一阵风地跑进楼道 肖福年忍不住笑成一朵花 这帮臭小子 皮又痒了 陶飞正在卧室里偷摸的勾衣服的围领 再经历了无数次拆了又勾 勾了又拆 终于勾出一条像样的围领 听见周苍南回来 拿着围领从卧室里跑出来 冲刚进门的周苍南显摆 那我做你的礼物 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和收留 周苍南看着陶飞手里的围领 有些动容 嘴里说着 你这谢礼有些轻啊 陶飞瞪眼假装不乐意地说 我不是没钱吗 周苍南拿过围领看了看 嗯手艺不错 说着塞进口袋里 晚上吃辣白菜炖肉 加点粉条啊 陶飞懵了 这就完了 不是应该欣喜若狂一下吗 是不是真的嫌礼物太轻了 周苍南满意地看着陶飞纠结的小脸 拿着菜和肉去厨房做饭 陶飞站在原地想了一会儿 看来周苍南真的不是很喜欢吧 那回头再好好想想 给他送个什么礼物 想着抓了抓头发 跟着周苍南进了厨房 晚饭后 陶飞洗漱完捧着书回床上看 周苍南才从兜里掏出围领 仔细看了一遍 这丫头知道还挺好啊 赶紧取过冬庄制服 拿过针线 把围领缝上去 缝完还拿起军装抖了抖 以前最不羡那些人 在领子里贴一块东西 现在看看 这白色和绿色搭配到一起 还真是好看 寒假里陶飞依旧每天早上 跟着起床号起床 周苍南竟然没有出操 正在厨房做早饭 你今天又休息啊 陶飞惊讶 不休息 今天体检 战士们这会儿都在抽血呢 周苍南关了火 回头看睡眼轻松的陶飞 刚睡醒的陶飞 漂亮妩媚的大眼里带着懵懂 像个漂亮的孩子一般 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 陶飞要是知道周苍南的想法 肯定很鄙夷地告诉他 因为他没睡醒 是两眼无神呀 赶紧洗脸 一会儿吃了饭 你们在家没事的君嫂 就去团里帮忙扎灯笼 周苍南笑着提醒 陶飞惊讶 昨天怎么没人说 昨天嫂子来也没人提呀 每年的传统 从腊月二十开始 最近来探亲的君嫂 也都陆续到了 组织大街道一起 也是为了联络一下感情 周苍南解释 陶飞有些好奇 这些君嫂 为什么不随君呢 一年能见一次面吗 周苍南摇头 正连级以上才能申请随君 就算到了级别 家属院没有空房也不行 还有很多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没办法随君的 陶飞忍不住感叹 这也太辛苦了吧 常年见不到面 暗想如果是她 她不一定能坚持 对于异地恋 她还是不看好的 更别说是异地婚姻了 是很辛苦 所以每次春节 部队都会尽量安排 家属来部队探亲 一年 怎么也要见上一次吧 周苍南看了眼陶 陶飞又催促 快去洗礼吃饭了 吃早饭的时候 周苍南叮嘱陶飞 最近不要一个人出阵子 怎么了 有什么危险吗 陶飞惊讶地问 没有 春节期间 外面喝多的人太多 免得热上不必要的麻烦 周苍南简单地说 陶飞嗚了一声 很相信周苍南说的话 他就算会点拳脚功夫 却也没到横扫天下的地步 真碰见几个男人 他也够强能自保 所以还是听话的老实 待在家里好了 吃完了早饭 周苍南穿衣服去办公室 陶飞坐在餐桌前 看着周苍南穿衣服 眼尖地看见他衣服 领上的白尾领 心情打好起来 心情愉快地收拾屋子洗碗 准备拖地时 江雪梅过来 喊他去团礼扎灯笼 陶飞赶紧穿上羽绒服 跟着江雪梅下楼 我们这儿每年都要扎灯笼 我都忘记跟你说了 到时候整个团礼的路上 都要挂上灯笼 团部门口那边的路上 还是花灯一条街呢 正月十五 还要搞个花灯节什么的 江雪梅一边下楼 一边跟陶飞解释 陶飞真是稀罕了 那部队上过个年 应该很热闹吧 热闹 过年还要发东西 大年初一还有锣鼓队呢 江雪梅笑着说 比起镇子上 部队里过年算是热闹的了 第129集 陶飞和江雪梅去的时候 团部里的活动室 已经有几个军嫂在 还有几个战士在帮忙 余光也在其中 余光帮着绑灯笼架 看见陶飞和江雪梅进来 大声地打招呼 嫂子们好 江雪梅笑骂 你这个皮猴子 嘴一天倒是挺甜的 余光黑黑地愣 还宠陶飞几眼 他觉得陶飞是他的同盟军 陶飞忍不住笑 看着乌兰和几个不认识的军嫂说话 可能是今年过来探亲的军嫂 那几个军嫂看见江雪梅 都笑着打招呼 每年都会来部队来过年 也算是熟人了 江雪梅拉着陶飞过去给大家介绍 这位是中队长周苍南家的 陶飞 你们该喊嫂子的 几个军嫂纷纷笑着打招呼 嫂子好 可算是见到中队长家的嫂子了 上次来还单身呢 嫂子的气质可真好 各种夸赞 各种亲热 陶飞只能咧嘴笑 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只有一个个头高挑 性眼淘腮的漂亮军嫂 头发烫着时下流行的大波浪 身上穿了见白的短款水雕外套 黑色紧身皮裤 应该是家里条件比较好的 目光始终淡淡地看着陶飞他们聊天 姜雪梅又着重介绍了下穿雕的军嫂 这是张勇家妻子 陈佳佳 陈佳佳冲陶飞轻轻笑了下 嫂子好 眉眼清淡 姜雪梅继续介绍 陈佳佳佳是经常的 平常上班忙也没空过来 就春节的时候能来一趟 陶飞笑着冲陈佳佳点头 知道张勇是一营营长 倒是没怎么见过 屋子里有暖气 陶飞他们把外套脱了 放在墙角的乒乓球案子上 陈佳佳小心地掏了张餐巾纸 擦了又擦案子 才把衣服放上去 有人不屑地撇撇嘴 陶飞觉得 这个是个人习惯问题 有人就是有些洁癖 没毛病 扎灯笼这活儿 陶飞从来没干过 陈佳佳干过 却依旧笨手笨脚的 姜雪梅把两人叫到一起 交给他俩扎灯笼架 然后往上贴各种颜色的皱纹纸 还有边灯笼碎 陶飞手工还可以 也是有点手劲 很快就能独立完成一个 看旁边陈佳佳扎半天 灯笼架还歪歪扭扭的 伸手帮忙扶着灯笼架 你先固定四个脚 然后再绑中间的棍子 这样就好做了 陈佳佳冲陶飞笑了笑 谢谢 不客气 我做的也不好 回头咱俩的得藏在后面 要不容易被人发现了 就露怯了 陈飞笑着说 陈佳佳扑吃乐了 那感情好啊 陈飞听着陈佳佳 递到的京城口音 突然更想家了 像那个回不去的家 忍不住问陈佳佳 你家住京城哪一片啊 中关村那边 苏州路 你去过京城没有啊 陈佳佳小声地问着陈飞 陈飞摇头 没去过 我看过我家里的京城地图 喜欢那些胡同小故事 陈佳佳一笑 露出两颗小虎牙 清冷得感觉顿时没有了 让人感觉很亲切 回头你要是去京城 可以找我 陈飞摇头 陈飞摇头 他发现陈佳佳不是傲气 是属于那种你不理他 他绝对不理你 你一理他 那就是个画牢型的人 陈佳佳一边缠着线头 一边说 我家门口有个 112路公交车 就停在我家小区门口 你到门卫视 一问就能找到我了 陈飞想想 自己也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去京城 如果有机会去京城 他一定要看看 他家住哪一片 估计名字不一样了吧 小声地问陈佳佳 我看书上说 京城东边 有个叫城喜路 那里有好多外国人大使馆 是不是啊 陈佳佳想了半天 嗯 你说的是雅宝路那边吧 那附近就有很多大使馆 陈飞心里彻底没盼头了 果然有一点不一样啊 你那里有认识的人吗 陈佳佳好奇 陈佳佳回过神来摇头的 哦 没有 就是听说那儿有个公园 叫乐坛 陈佳佳惊讶 嫂子 不是的 那里的公园叫日坛 彻底不一样了 陈佳佳低头默默地扎灯笼 陈佳佳见陈佳佳不说话 也不说话 小心地往灯笼架上贴彩色的纸 江雪梅转了一圈 见着两人还不停地聊天 有些惊讶 陈佳佳来部队两次了 不怎么爱跟人说话 那次都是有问必答 多一个字也不说 给人的感觉特别清高 很多的君嫂也不愿意和她接触 这个人竟然能和陈飞聊得好 余光绑了一会儿灯笼架子 也凑到陈飞跟前 嫂子 你手真巧 扎的灯笼真好看 陈飞横了余光一眼 太假了 你又要干嘛 余光看了眼陈佳佳 嫂子 你是金晨的啊 天安门是不是很漂亮啊 听说楼房特别高 是不是真的 陈佳佳认真的点头 嗯 是挺高的 余光咧着嘴笑 嫂子 那等回头 我去京城看你啊 陈飞笑着 用高粱感戳了下余光的胳膊 怎么那么贫呢 赶紧干活去 一会儿你们班长就该来了 余光半蹲在陈飞跟前 嫂子 你回头吹吹枕头分贝 陈飞横了一眼余光 小屁孩 你想干什么 再喊我小屁孩 我生气了啊 余光不乐意地翻白眼 然后又笑眯眯地讨好 嫂子 你回头跟中队长说说 等明年新兵下连队的时候 让他选我去他们中队啊 为什么 他们中队的伙食好啊 炒菜肉都比别的连队放得多 战士津贴 也比普通战士高十块钱啊 余光很现实地说 陈飞摇摇头 不行 你年龄太小 他们都是执行重要任务的 余光小声地道 我可以去炊事班啊 我切土豆丝还行 陈佳佳在一旁忍不住乐乐 看着这个搞怪的小战士 陶飞依旧摇头 不行 我说了你们中队长也不听啊 余光起身 鄙视地看了眼陶飞 在家都不能当领导啊 白像你这么个人了 陶飞哭笑不得地 用手里的高粱杆 抽了下余光 赶紧去扎灯了 余光跳着跑走 陈佳佳小声地问陶飞 这个小战士 年龄很小啊 嗯 他是全团最小的 陈佳佳想了想 说 嫂子 你明天能陪我去镇上吗 怎么 你要买东西 陶飞想想周苍南 不让他出镇子 回头得问问周苍南 去镇上行不行 嗯 我想给张勇买点东西 陈佳佳很温柔地说 嗯 明天我问问周苍南吧 对了 你和张勇 有孩子吗 陶飞有些小八卦地问道 第131集 陈佳佳摇头 没有 我们这样分居两地 我爸妈都不赞成我们现在要孩子 张勇估计明年就能转业回去了 到时候再要孩子也不晚 这一点陶飞也认同 嗯 孩子从小跟着爸爸妈妈 幸福感强 陈佳佳似乎一下子打开了画匣子 张勇明年调集 肯定升不上去了 他学历不行 靠熬资历才能熬到营级 不过从这边转业回去 安排的工作会不错 能进我们那里的公安局 或者是检察院 至少是科技以上 因为从边防回去的军人 会优先照顾的 陶飞忠心地说 那真是很好啊 这样也不用分居两地了 陈佳佳似乎害羞地点了点头 对啊 要不我爸妈都该让我们离婚了 一个上午的灯笼坐下来 陶飞知道陈佳佳和张勇 是青梅竹马 一个胡同长大的孩子 两人从十八岁就在一起了 现在都十年了 连陈佳佳家几口人 父母干什么 张勇家几口人 父母是干什么的 陶飞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这个陈佳佳 真是太能聊了 原本的高冷都是假象 中午吃饭 直接在团布食堂吃饭 自家的男人也跟来了 陈佳佳顿时小鸟依人般地站在张勇身边 悄悄倩息地看着自家男人 一点也没了刚才的话牢样 陶飞惊叹 这样可真能装 萧富年笑着感谢了下大家 又代表团礼欢迎各位军嫂来团礼过年 陶飞安静地站在周苍南身边 吃饭的时候正好和张勇夫妻坐一桌 陈佳佳就坐在陶飞的身边 却一句话也没跟陶飞说 不停地给张勇家菜添饭 张勇心安理得地享受着 丝毫没有说让陈佳佳赶紧吃饭的话 陶飞觉得有些诧异 这两口子的相处有些怪异啊 吃完饭从食堂出来 陶飞跟周苍南小声地说 陈佳佳约我明天去逛街 我能去吗 说完 感觉特别像个孩子跟家长请假似的 呃 没事 只要不乱走 别出镇子就行 中午暖和了去 周苍南想了想说 陶飞弄弄嘴 以后出门 是不是都要早请示晚会报啊 周苍南看陶飞撅嘴的模样 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回去休息会儿 下午再来炸灯笼 陶飞竟然听话地跟周苍南说了再见 等走了一半才惊觉 他现在好像非常适应周苍南的摸头沙呀 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 陈佳佳就来找陶飞 依旧是洁白的小雕 下面穿着红色的裤子 笑吟吟地看着陶飞 嫂子 走吧 陶飞穿上衣服 跟着陈佳佳下楼 要买什么 陈佳佳有些不好意思 比维提 陶飞差点被口水枪住 这个要在哪儿买啊 你来的时候怎么不戴啊 忘记戴了 陈佳佳说得云淡风轻 陶飞却觉得陈佳佳有些高深莫测了 阵子上哪里有卖的 我也不知道啊 你和中队长不用吗 陈佳佳很好奇地问 陶飞赶紧摇头 不用 陈佳佳扫了眼陶飞的肚子 你们这是打算要孩子吗 看着你年纪应该比我小 就这么急着要孩子 不过 早生也挺好的 第132集 陶飞直接无视陈佳佳的唠叨 目视前方往外走 陈佳佳还真知道镇子上哪有卖的 在一家简易的小诊所里 陶飞站在门外等陈佳佳 他还是有些不好意思进去 部队大院一角地瞭望塔里 周苍南用望远镜 看着陶飞和陈佳佳到小诊所的门口 然后陈佳佳一人进了诊所 冲靠在墙边的张勇说 你媳妇病了 病什么 买小气球去了 张勇得意地说 周苍南盪了一眼张勇 德行 我们中队友需要可以去拿 张勇突然站直 卧槽 我咋忘了你们这些死变态 在沙漠里用小气球装水喝啊 周苍南懒得理张勇 继续盯着街对面的情况 其实 瞭望塔和街道就一墙之隔 很多人以为这是部队的水塔呢 筑体细细的 上面一个圆形的建筑 和镇上的水塔一模一样 张勇凑过去 小声地说 我媳妇损着呢 就算买 也指定不会超过五个 一会儿哥们去你那儿拿点 那让你媳妇 离我媳妇远点 别带坏了 周苍南凉凉地说道 张勇玩笑着说 可拉倒吧 你媳妇那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看着挺好说话的 我听说在学校歪着呢 周苍南扭头看了眼张勇 又继继续看着街上 你听谁说的 一个大老爷们 怎么这么长舌呢 张勇笑着眯眯眼 部队和学校就这么近一点 怎么可能不知道 周苍南没有再回头 淡淡地说道 李建中说的 李建中说的吧 就知道瞒不了你 听说你媳妇脾气挺暴的 跟校长都对着干 张勇感叹 自己的媳妇也就爱拿拿架子 性格还是很温柔的 周苍南恩了一声 嗯 我支持他 张勇惊着了 围着周苍南转了个圈 卧槽 你这是鬼上身了 忽老婆忽成这样 你有意见 周苍南看着陶飞他们往回走 才回头看了眼张勇 张勇赶紧摇头 不 不敢有意见 是在下十分的钦佩啊 你媳妇已经进部队大门了 你还不下去 周苍南的话音刚落 张勇已经颠颠地跑下去了 周苍南在等陈佳佳的时候 又看见高雁美在大街上闲逛 虽然没化妆 但是穿着依旧很时髦 这么冷的天 光腿穿着丝袜 冻得脸乌青 也没戴上帽子和围巾 高雁美原本也是打算 去诊所里买些去通片 或者是安乃进 结果看见陶飞站在门口 转身就走了 陶飞一直盯着高雁美 见她转过街不见了人影 这才收回眼神 陈佳佳跟张勇猜的一样 就买了五个套的 来的时候也故意不带 晾了张勇两个晚上 才出来买五个 这可是半个月的量 男人在那方面就不能太惯着 拉月二十三 陶双龙打电话给周苍南 说张如暂时不过来了 家里出了点事 周苍南问是出了什么事 陶双龙支支吾吾的没说 周苍南想 肯定是家里一些不方便说的事 不过一直到挂了电话 陶双龙都没问一句陶飞好不好 在这里过得怎么样 心里有些凉 从陶飞到这里这么久 张如就写过一封说要来的信 也没有别的信 难怪陶飞不想当这个陶飞 原来的陶飞呢 周苍南看着话筒沉思 从陶飞来的时候的字体变化 还有后来教案上写下的飞字 还有谦卑不醉的酒量 以及高烧时说他不是陶飞 说他的母亲叫卢敏 这一切都可以证明 这个陶飞和原来的陶飞 不是一个人 那是出了什么事呢 如果正常人肯定会想 原来的陶飞是遇害了 被这个陶飞占有了身份 但是周苍南偏不这么想 他见过太多离奇的事情了 所以他大胆地猜测 这个陶飞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想到他随时可能会离开 心里便莫名地烦躁起来 直到天色渐暗 楼道里有人唱着歌走过来 周苍南才回过神 抓了抓头发 取身回家 陶飞正在家里包饺子 他记得腊月二十三过小年 家里会吃饺子 喇叭蒜 腊月初八的时候 他就泡了一坛子喇叭蒜 这会儿刚好边绿能吃了 陶飞包的饺子没有周苍南包的好看 只是勉强能看出是个饺子的形状 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周苍南回来看见陶飞脸上沾着面 正在很认真的包饺子 包得很不错啊 周苍南洗了手过去坐下帮忙 陶飞嘿嘿的乐 今天过小年要吃饺子 我包的羊肉白菜馅的 希望来年能给我招来百菜 财迷 周苍南笑着说 看了眼陶飞身上浅色羊毛衫 好像他就两件毛衣来回唤袭着穿 明天我带你去市里吧 陶飞用手腕 蹭了下额头上的刘海 指了指阳台 那 我唯一一件出门的衣服洗了 我只能等他干了再出门 周苍南抬头 看了眼阳台上的羽绒服 没再说话 拿起饺子皮包饺子 你爸今天打电话了 说你妈年轻来不了 家里出事了 不来了 陶飞心里莫名地松了口气 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没说 估计不方便说吧 周苍南看陶飞神色平静 更加确定自己心里的猜测 陶飞因为张如不来 心情大好 捏饺子也随心所欲起来 小包子小侧尾的造型都出来了 周苍南一时兴起 跟着陶飞湖来 哎 你很多个春节都是在这儿过的吗 陶飞一边捏着饺子 一边问周苍南 十年了吧 只有一年春节不是在这儿过的 其余九年都是在这个地方 周苍南很实诚地回答 那一年是去哪儿过的 陶飞好奇 周苍南看着陶飞笑了笑 在离这里几百公里的塔克县城 我见到了一个很漂亮有趣的小姑娘 说着顿了下 顿了下 陶飞有些酸溜溜的 然后呢 然后小姑娘坐在小推车里哭鼻子 推小铜车的是这雪白的藏袄 周苍南笑着说道 陶飞白吃了一场醋 有些惊讶 藏袄 还会看孩子呢 那是条非常聪明的狗 会看孩子 还会抓坏人 陶飞听了 感叹道 哦 我也养过一只宠物 是一只金勋歌曲 非常的聪明 也不知道他来到这里 他的翠翠还活着没有 妈妈有没有照顾好他 周苍南挑眉 八哥 嗯 是八哥的一种 不过非常漂亮 橘红色的胸脯 翠绿色的背 最重要的是 他会说话呀 能简单地对话 每天知道要吃的要喝的 陶飞说着 心里有些难受了 周苍南听着陶飞声音滴下去 这种八哥 在新神也有 回头 我去山里遇见了 给你抓一只回来 不用了 那个要训练的 我也不会训 再说了 他在大自然的生活中好好的 就不要抓回来 关在笼子里了 第二天 陶飞依旧窝在家里 把床单备照都给洗了 把冻成冰棍的羽绒服 拿回屋里 挂在暖气片上方 这样明天就又能穿了 周苍南到下午才回来 还拎了一大包东西 进门就递给陶飞 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陶飞惊讶地 接过红色的大袋子 里面是一件红色的羽绒服 还有一件很粉嫩 胸前带花的羊毛衫 这多不好意思呀 等有空了 再帮我支两条围巾就好 第134集 周苍南勾起唇角 微笑着说 当初他给这丫头一千块钱 他一回来 就赶紧还给了她 想也知道 他身上肯定没什么钱 吃的用的都很空门 他却偏偏觉得 这个丫头 是个从来没过过苦日子的人 一双手就能看得出来 从小是骄养着长大的 对于已经买回来的东西 陶飞觉得 要是再矫情 就有些过了 以后他多帮周苍南勾起条围领 或者春天的时候 给他支件毛衣吧 掏出红色的长款羽绒服穿上 长度到膝盖 还是双腰款的 系上腰带后 显出他纤细苗条的身段 一点也不显臃肿 陶飞在周苍南面前转了个圈 很好看 很合身嘛 你怎么做到的 周苍南挑眉 猜的 他要是告诉陶飞 他一眼扫过去 就能知道陶飞穿多大的衣服 这丫头准得炸毛 陶飞脱了羽绒服 又拿起羊毛衫在身上比划 虽然胸前的花他不太喜欢 但是非常具有这个时代的特点 这会儿最流行的款 夸赞道 你买东西很有眼光嘛 都很好看 周苍南看陶飞眉开眼笑的模样 心里也跟着开心 陶飞收起衣服跟周苍南说 你晚饭想吃什么 我去做饭 对了 明天去领东西 说是还发肉呢 你就向真心地过去 把肉拎回来就行 剩下的我下午带回来 周苍南叮嘱 好啊 陶飞开心地把衣服收起来 去厨房准备晚饭 因为心情好 还哼着不成调的歌 周苍南坐在沙发上 听着厨房里的歌声 忍不住勾起唇角 好想时间能停留在这一刻 那该多好 陶飞用万能的电饭锅 闷了一锅没有肉的手抓饭 胡萝卜切成了筷子粗细的条 先在锅里用油炒一下 放入适当的盐 再放进电饭锅中 上面铺了一层洗好的大米 水刚刚没过大米就好 然后按下电饭锅的按键 就能愉快地等着吃饭了 这是陶飞跟着江雪梅学的 觉得这样做味道也很好吃 再拌个凉菜 就是一顿饭了 刚把饭端上桌 窗外又响起了警报声 周苍南飞快地穿上鞋 抄起衣服 就从阳台上翻出去 陶飞目瞪口呆地 看着周苍南的动作 这可是四楼啊 赶紧跟着去阳台上看 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楼道里有人陆续往外跑 陶飞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赶紧回屋将阳台的门关上 想着难道是又出了什么事 这次倒是没有突发事件 而是正常的演习 越是节前 这种演习会更多 每次都要求每个干部战士 精确到秒地回到自己的岗位 周苍南他们中队的小队 趁着这次的演习悄悄出发了 陶飞在家里等到天黑 周苍南也没回来 楼道里有脚步声 还有说话声 是营里的干部回家了 他们都回来了 周苍南是不是也快回来了 陶飞把饭保温在电饭锅里 穿上羽绒服到阳台上去看 夜黑如墨 路上的路灯都发着清冷的光 有三三凉凉走过的军人 却没有周苍南 陶飞不自觉地惦记起来 一晚上也没睡踏实 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 天一亮就赶紧起来 看客厅里 却依旧是周苍南离开时的模样 简单洗漱了下 准备下楼去转转 顺便看能不能知道点消息 路上朱早操的战士 络绎不绝地跑过 陶飞站在家属院大门口 看了一圈 终于看见张浩带队过来 只是队伍里 却没有周苍南和苏阳 张浩看见陶飞 挥挥手让队伍继续往前跑 他则停了下来 嫂子 中队长他们出任务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陶飞心又提起来 马上要过年了 春节前能回来吗 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张浩见陶飞脸色一下子变了 嫂子 放心吧 中队长他们肯定没事的 我先走了 说完 说完赶紧去追前面的队伍 陶飞 陶飞心里有些不安地转身回到了家属院 一个上午 一个上午 干什么都有些心不在焉 连吃早饭都觉得不香了 他觉得 是因为他太担心周苍南了 却不肯承认他已经习惯了周苍南的存在 中午饭也不想吃 靠在沙发上看书 周苍南平时都把被子收起来 放在一旁的柜子里 陶飞把自己的被子抱出来 针靠着看书 一个小时过去了 书就翻了一页 里面还总是出现周苍南勾唇坏笑的模样 陶飞干脆把书扣在脸上哀嚎 完了完了 他这是中毒了呀 江雪梅上楼来喊陶飞下楼帮忙 见陶飞眉睛打彩的模样 忍不住偷笑 这小姑娘终于是动心了吗 她笑着 说道 我过年准备炸点麻花什么的 你一会儿过来帮我搓下麻花 简单得很 乌兰和佳佳也过来 陶飞点点头 嗯 好啊 反正一个人在家容易胡思乱想 不如下楼去凑个热闹 江雪梅依旧笑眯眯地说 怎么了 担心周苍南 你放心吧 他们都是尖兵中的尖兵 肯定没事 陶飞也不掩饰自己的担心 大方地点头 嗯 这马上要过年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危险 江雪梅叹口气 哎 说不危险 那都是骗人的 但是你要相信周苍南他们的身手 这么多次任务 除了老政委的那次 每次都能圆满完成 陶飞 陶飞就担心这个 就这万分之一的概率 遇见了也让人揪心得很呢 江雪梅继续安慰 没事 我相信周苍南是个有福气的人 再说了 他肯定也舍不得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啊 陶飞脸红了 拉着江雪梅往外走 走吧 赶紧去炸麻花 看见陶飞乌澜笑着说 陶老师来了 来来来 快来看看 嫂子炸麻花的技术 可是一流的 陈佳佳又恢复了清冷的模样 只是冲陶飞浅浅地笑了下 继续低头搓麻花 陶飞也不介意 过去看陈佳佳搓的麻花 夸赞道 佳佳 你这搓的麻花还真好看 哦 我们家里过年也炸这个 只是这几年条件好了 商店里都有卖了 家里就不做这个了 陈佳佳笑着说 江雪梅分配干活 让乌兰否则炸 他则是负责揉面 陶飞和陈佳佳 负责搓麻花 陈佳佳趁江雪梅和乌兰去厨房的时候 小声问陶飞 你竟然撒谎 陶飞愣住了 撒谎 我什么时候撒谎了 你不是说 你们家不用那个吗 张勇昨天拿回了一大把 说是你男人给的 我这个背景就这么厉害了 不是说你能保存在吗 他们对了 有连一大把 挺显通的 第一是 那把 你